今天咱们试着做一下 水果味的馒头和花卷 我们准备一些葡萄干 什么样的葡萄干都可以 多少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如果你喜欢甜一点的 就可以多放一点 葡萄干要先用开水 多洗几遍 把它洗干净 然后滤出来备用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准备 和面用的水果汁 我们用的是这种 painapple slice的 一片一片它切好了 然后把菠萝片放进料理机里面 把它打成水果泥 料理机里面不用加任何水 我大概加了20片的菠萝片 直接打成了水果泥 用来和一斤的面粉 上次这个机器虽然烧坏了 但是还可以打 烧热是不行的 坏得很韧性啊 变成只能打碎了 500克的面粉 配3克的酵母 然后用菠萝汁 把它揉成面团 揉成面团之后 我们拉上拉布 放在温暖的地方让它发酵 面团发酵到一倍大就可以了 现在来开始处理 撒点面粉在案板上 哇特别清香的菠萝香味 揉一揉面团给它排气 如果你喜欢吃筋道一点的话 你可以揉久一点 面团揉好之后 我们分成两份来处理 比较容易一些 我们今天就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 给它多搞一些形状 多搞一些花样来 先做一个菠萝味的葡萄干卷 拿一半的面团 擀成一个厚薄均匀大大圆饼 在上面均匀的撒上 之前准备好的葡萄干 撒多少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控制 然后从一边慢慢的把它卷起来 就这么简单 整理出来花卷的形状 我们用刀压出来分割的花纹 放进蒸屉里面等待二次发酵 等待的过程中 咱们来处理剩下的面团 咱们先来两个菠萝味的玫瑰花馒头 用五个大小相等的面剂子 擀成大小相等的五个水饺皮 然后把它们 兼具相等的摆成一排 最后从最底部慢慢的卷起来 卷的时候尽量紧实一些 卷好之后用刀在中间压出痕迹 来回压一压 切开之后就形成了玫瑰花的生胚 稍微用手整理一下这个花瓣 就形成了漂亮的玫瑰花馒头生胚了 把做好的生胚放在锅里面等待发酵 等待发酵的时候 要记得盖上锅盖 或者拉上拉布 防止干燥 接下来我们就处理剩下的面团 我很喜欢吃枣糕 但我们山东的大枣糕要蒸很久 个头很大 我这个是改良版的小枣糕 蒸出来味道也挺美味的 等待它二次发酵 等发酵好之后 我们开水上锅25分钟 OK时间到